好我们接下来看环游台湾的绿岛大象来到最后一站澎湖县 当地有十位高中职学生担任环保种子学员 分享绿岛大象游台湾的故事 也就地取材制作了艺术品亲身体验环保的重要 绿岛大象游澎湖 旅行近五年的绿岛大象环台最后一站19号到澎湖 大象爸爸李梦发述说一个以爱串联 就可以让资源不断被巡回利用的故事 启发青年学子传达爱物习物观念 培训环境教育种子 为环保爱地球尽心力 因为今天你们是来当未来的种子的教育人员 我希望是说你们可能有一个想法 你们要懂得善用周边有什么样的物品 来作为你们的教学材料跟教学工具 这是用纯天然的东西做成的同军世界灰 来世界灰我这边就有一个 我们看到世界灰有没有像 这次的主题是绿岛大象 所以就用捡来的树叶花朵 做成了一只大象 绿岛大象原本是台东绿岛唯一的大象溜滑梯 一年久失修成为废弃物 台东县政府上网拍卖 李梦发以100元买下来 与绿岛学童共同活化 让绿岛大象有了新生命 这次绿岛大象游澎湖的主要任务 是希望把海上废弃物服求再利用 成为装置预束与生活用品的创意带到国外 透过环境教育行动落实到家庭 像今天来上课的这些都是澎湖军团的小朋友 那他们都是高中生 那我们也很期待是说 这一批总使部队 他们未来也可以成为澎湖未来 当地在推动环境教育里面的一个力量 那也可以透过他们运用说故事的方式 来解说属于自己故乡的故事 联合报 许玉均彭报道